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谷田小將的環節 在這裡當然是介紹新馬給大家 就著那些馬在我身邊有些木牆 可以看到新型血統腳法 看到這些馬究竟應該有甚麼跑法 初出或出了一兩場後 轉了場地距離 要不要忘記 還未說之前 記得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下角會見到四星龍珠 在這個位置可以見到 可以這麼久訂閱世榮香港人唱馬頻道 當然在我旁邊亦會見到一個IG 記得追蹤賽人開跑前半小時 12時半便可以見到我的即日提供 今次抽抽卡看看有沒有好馬 因為星期日很多四班千二 泥草都有 看看有沒有新馬 大家要留意一下 看到這隻馬 今次要留意 就是信心星 抽了一張三星卡 好像不太聰明 但說不太聰明 新價一點也不平凡 為甚麼這樣說呢 初出一次就說沒有東西看 同場有詹士德 繼續大熱滿 私家三蘭又抽內檔 繼續大熱 是的 但信心星這隻馬 在外檔 最外檔 尤其是12檔 你不要看死它 為甚麼呢 因為上次根本就考錯了 為甚麼這樣說呢 大家看看這隻馬 試襲 從化草地也好 或者從化泥地也好 它根本就是擺前走 而且你看看它本身 它那個賽職或試襲 根本在外地 都是屬於一些試襲在大難地 擺中間 壓著過終點 然後越追越快 不過我在香港就用了另一個跑法去試襲 但是看看價錢超貴 27萬柳子 周遂價算很貴 你說是不是貴的就代表好呢 同場有很多便宜的 三四萬澳洲子 柳子 大有馬在 但是這隻零零尺尺貴的 亦都見到跟Mai一樣 很高前速的馬 其實不需要留到這麼厚 十二檔 我猜它會嘗試放下 大家放橫星 可否幫方仔 冷殺手一放到底 看到粗也粗了幾段 即是叫積極的粗鍊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大家看看這隻馬 我們待會其他節目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azzi